伊索比亚或将成为下一个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堪称经济奇迹 原创BWC中文网 在这个继续碎片化的经济世界中,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对其他经济体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仍然需要一个成功的经济管理模式 而在如今,正如我们今天提及的,资本主义经济看起来越来越不正常 已过时了 不仅仅于此,现在,没有被读者朋友们普通留意到的是 有一个非洲国家,过去五年,伊索比亚的工业体量从10亿美元增加到了40亿美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的数据显示 伊索比亚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今年将达8.5% 而过去十年来,伊索比亚平均增长率约为10% 图片数据来源 FT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1978年中国人均GDP 156美元 和伊索比亚人均155美元 GDP相比几乎相同 而非洲南部国家当时人均GDP在490美元左右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此表示 中国能够保持这么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原因之一就是后来者优势 非洲国家也要利用好后来者优势 即通过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据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技术瓶颈 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伊索比亚 中国人建设的在伊索比亚的工厂 将近4000名工人正在生产鞋 图片DW美国智库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此前也分析了非洲29国的5500家企业的制造业生产力指标 劳动力成本等与类似国家对比后 发现非洲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体现出制造业上的竞争力 但最新研究显示 伊索比亚是非洲最有望成为下一个制造业重心的国家 最有希望成为像中国一样发展的国家 成为下一个中国 美国财经媒体Quartz也在近期的报道中称 伊索比亚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堪称经济奇迹 伊索比亚正希望自己能成为下一个中国经济 我们注意到 伊索比亚政府自1991年起至今 在国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母版 大举投资 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和制造业 制定政府部门主导的经济发展计划 因此也被西方媒体称作非洲版的中国经济 伊索比亚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 的年轻人 图片来源 China Daily 智库的研究报告也提到 伊索比亚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 因其在非洲的独特地位 被誉为非洲的首都 不过 伊索比亚是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之一 就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但有助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同时 现在也正逐渐躋身中国人境外旅行目的地选项之一 中国建造的铁路有助于推动伊索比亚的制造工业化进程 图片来源 Costik英国金融时报称 伊索比亚受大量外国投资 主要来自中国 为大坝 道路和铁路建设注入了大量资源的推动 伊索比亚实现了中国式的繁荣 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 比如巨澳金融评论报近日称 中国人帮助伊索比亚逐步建设该地区 推动经济发展 向改国首都亚地斯亚贝巴勒马路随处可见的新现代化建筑 整体城市风貌 与中国的三线城市非常相像 高层建筑错落有致 市中心也有颇有规模的商业购物中心 世界领先的轻轨系统 及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力发电大坝 还有连接吉布地和海岸的高速铁路 这些都是中国人帮助建造的 伊索比亚首都亚地斯亚贝巴 又名FinFin 图片来源 East Africa Echo 2 伊索比亚的经济发展成果 尤其令人振奋 联合国预测 截至2050年 埃塞人口将由现在的1亿左右增至1.9亿 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毫无疑问 伊索比亚正在全力复制亚洲市工业化道路的精髓 特别是随著、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后 最有希望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 比如 一家中国最大的鞋类出口商已经在伊索比亚投资数百万美元来扩建工厂 玩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G7开城互家大会 马克龙放狠话 默克尔泼冷水 特朗普 我先走了 印度甲方 我工作了32年 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效率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 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 印度央行行长 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 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 华尔街怒赞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 外媒 十年前 难以想象 即是中国对媒趣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 西门子CEO 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人口的生活 汉欧半裂首次对接中越半裂 助推东协产品走向欧洲 嫌弃全球化 西门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 除了重要性涨制作者 ĩ怀馆 明镜中華自然占国家 西门中华为江峰 中国人依旧 杨地牢 中华为江峰 云洋亨 苗 西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